那咱们试图一点说说这个钱 这钱到底多少钱才够用呢 原来不是说整个25亿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又说拨75亿 但是后来发现说就连以前一个流感都曾经拨过90个亿 就是全国了 对顺便也是前两天不是说创合这个国会 他们达成了一个公司 拨款83亿美金 那首先请大家分析一下 这83亿美金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用来做测试盒的吗 还是这些钱会是怎么样用 是联邦层面用 还是说放到州里面去用呢 什么都有嘛 他说了有5亿拿来买口罩什么 然后分个医疗系统 我想研发疫苗这些东西也加紧 把它封定注进去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information 这个什么东西 他首先的话有些好像药物的通过 可能会expercise 会加快那个速度 之前你要是通过一个新药啊 这个这是FDA的 FDA的 我在根据这个新闻的话 我一个问题的话 因为当初的时候 特朗普提出一点的话 就是这笔钱应该是给HHS 就是 他说这笔基金的话是联邦一直有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有三月份 他说已经基本用完了 他把这个钱都放了 在他决定的时候 为什么已经 这个我们应该会跟踪 所以的话参议员的话决定的话 同意就是都支持 就是最佳的Funding了 那个时候 在二月底的时候就说过这话 我说我去话 我们刚刚开始的年龄 为什么基金已经没有了 我开始原先的CDC Funding 是23亿嘛 要求的是23亿 后来说增加到75亿 现在又变83亿了 这个东西变化很快 不过钱也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东西 因为钱要用在有资源 可以解决问题的资源 美国有没有这么多资源 实际上纽约那天也说的 州长已经表达了 签线的不是个问题 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其实你看好像 Saint-Mantel County 刚刚讲到很多 Healthcare是在Counting的level Counting本身也有另外拨款 就是说Saint-Mantel County 你说这样有事了 我们也拨款 让有更多的Testing或者需要 但是好像王医生讲的 你的口罩 现在有钱都买不到 对不对 很多资源不是说你花钱就有的 有件挺可笑的事情 就是在Trump's announcement的时候说 我们跟3M sign the contract 一个月 provide我们三千万只口罩 我说想想每个加州好像有四千万人 每个人每一个月可以有四分之三只口罩 怎么个代法 因为我知道过去的话 我们知道的话 就是美国的这些医院的口罩的话 大概有70%到80%的话 是生产的地方产地的话在中国 虽然是美国的牌子产地在中国了 在这里的话 我倒想问一下王医生的话 能不能科普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像我们现在一般的话 当然就是CountingC 有许多大型的医院的话 所有的医院都有就是负压的病房吗 基本上都有 多少的问题 还有一个 为什么要是负压的病房 我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重症病人的话 传染病 因为那个气溶胶会传播 是不是 气溶胶传播 现在好像还没有 确实是有还是没有 就是负压的 就是到底什么叫负压的 就是听到名字听到很多 到底指什么 负压的意思就是等于里头 放个抽风机 跟你洗澡的地方一样 就是它的空气 不会从门跟别的地方 传到外头去 所以它吸到一个 有这些过滤的 所以它就是 它吸收这个气 所以的话 这个另外一点的话 就上次你们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关于撤退的话 从日本的公主号回来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 虽然有隔离的话 但是没有负压隔离 飞机上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做到 循环的那个系统 没有办法完全改变 所以只是一个 就是等于是一个 plastic的话 塑料部的话 割据一下 所以的话 严格上来说 在空气当中的传染的话 就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说 这叫什么 气容教 气容教 对 假如的话 如果有这种的话 会经过直接空气传染 如果只是 末夜传染的话 那还是厕所里头 共用厕所 或者别的地方的传染 的机会比较大 总之飞机上 能够隔离这个事情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 那说起来这个邮轮了 我们这个San Francisco 现在也停 另外一个公主 对 三千五百个人 那他们如果 我们会怎么对待他 现在还不让停船 不让上岸 不让上岸 他们停在船上也不安全 这就会变成日本的情况 就是日本本来可能 没这么严重的结果 就因为他在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王医生 你会怎么建议呢 比如说你是跟Gavin Newsom 你是坐在州长旁边 这个船要来这样子 你会怎么建议 我建议把他们人都 撤到一个 isolated的乡下的地方去 撤到哪呢 撤到没数 啥模样吗 但是问题 现在出来了一个点的话 好像是德州的话 还有南加州 好像也在许多人抗议 就是不让这个坐 这也是一个困难 南加州后来抗议 没有抗议 就是最后就军事基地 他们抗议 如果是走民众机场 之前的最大问题 是Fairview State Hospital Fairview State Hospital 原来照顾这些残障的 重残障的成人的地方 现在已经废置了 废置了 废置这块 照说那个是个很好的地方 是 你还别说这抗议里面 有很多都是我们华人的声音 在里面抗议 舅金山不能停 那边不能停 行政权限的问题 什么级别是有权利 去让这个船的旅客 不许上岸呢 这个决定是由州里做出来的 还是康体 我来说港口局 就是Port Authority 港口局 Port Authority 那属于是联邦的部分 它是county 都有 其实上它叫 它属于哪里 它这个是 就在美国叫 Joint Power Authority 就有几个机构 同时有人在上面 可能联邦会有人 海岸群中对会有人 但是local的人也有人 就是叫Joy Power 而且这也是 民选的官员自己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应该的话 在我们这里的话 一个是奥克林 一个是 不是San Francisco 是Santel应该是 Santel也有一个 但是那个Harvard Authority 比较小 没有这么大的港口 我知道这个 有一个代表的话 是我们的华人 Brandon Gwine Brandon Gwine 没上去 No不是Brandon Gwine 你跟我名字我就知道 Virginia Corrale Yes Carrale Santel 那个只是渔港 它没什么这么大的港口 它很小 渔港 今天各位有没有看股市 股市最近 上个周是跳水 这周是过山车 今天我看了以后 股市除了两只医药股之外全红 但是两只医药股就大绿 绿是好还是不好 绿是好 中国是反过来 中国反过来 对对对 中国是反过来 其中就有这个Gleed 就是因为我看到 我也不确定是真的假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 真的是要自己要 有没有那么夸张 只有两只律吗 真的有那么夸张 没有没有 就说这两只律的 是都是医药股 正好我看到 他截了个评 刚才王医生给我们分享了 这么一个图 这是能不能王医生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当然没有分出 华人不华人的东西了 如果能做一个华人的 也会挺有意思的 是华人到底 到底Trust CDC的多呢 还是Trust Doctors 还是Trust President的 可能就美国政府吧 应该不用 President Trump来代表 美国政府 跟CDC就专业 跟你自己的医生 专业的机构 OK我们是 Not Trust的 当然是要Trust的医生 CDC还蛮信任的 CBC还可以 还可以 那医生 这个直接有接触的人 人永远是 跟自己认识的人 最有信任感 是不是 这是一定的事情 那政府这个party difference 对于 不是party 说liberal自由派 跟这个保守派的 跟President Trump的差别 是最大的 其他的两个都差别 并不是很多 我看了这个东西 关于President的话 这样这个对我们是对的 因为来说 美国的人的话 对政府的话 是不信任度 还是很高的 Question是经常有的 但是对CDC 就是一个政府的机构 还是 专业机构 跟政府机构 相信他的专业 专业跟政务官 跟事务官的分别 对 所以 但是这个 这个Trump跟这个 liberal跟conservator 这在这个 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现在 才是这个样子的 他自己的性格 我们聊聊美国政治 这个事情对大选 到底可能存在的影响 是什么 能够弄到十月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想到会不会到那时候 我先讲一讲 就是说 我不知道上一次 H1N1 就是上一条 停留感恩什么的 那一次全美国的 死亡人数 大概一千人 后来其实也不少 一千人 也有 女人 也是拉了几个月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时候 因为可能媒体 对Obama 相对来讲 是比较gentle一点 就没有把这事情 讲得太严重 现在的话 这一次 因为又正好 在大选的风头上 而且刚才讲到 本来很多liberal人 就不相信川普 所以就把他这个 就连上 你是因为你失职 所以把这个给连上 等好了 OK 但是我这里要讲一句话的话 这是不是宣传 党派宣传问题的话 当初的时候 就是特朗普的话 就是命令的 就是那个副总统 出来就是和CDC 一起管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然有些记者 也问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 可能有 包括有些的政客的话 把这个这来做问题 你没有管理好的时候 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他们来说 就是总统讲一句话 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不存在任何的空间 或党派争执的话 我觉得所有东西 尽可能避免 在党派化 我们不管是这个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也就是 中文我们这华人的节目的话 我就希望大家 也不要太多比较 哎呦 中国怎么做 美国怎么做 我们只要能够 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把他这个控制好 但是对经济 是一定会影响的 以前咱们就曾经说过 说一个总统 要不要连任 如果他的 这一年的经济特别的好 他连任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大 因为老百姓 最关注的事情 首先是民生 经济好了 日子过得好了 他就看你顺眼 选的时候 有可能就把你画上去了 但是这个一旦 对民生有影响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定性的因素 对于川普 是否能够连任来讲 再加上我觉得 这次他这个 有点不严谨 我是不太信他的 当然就前一段时间 总统任命 Pence来去负责 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时已经激发出来 非常多的批评 我们看到 就是说极左派的时候 首先有那些 像AOC 私人帮为主 就是说他连进化 都不相信 他连科学都不相信 为什么让他去领导 这么一个project 那当然就是说 我是觉得说 首先我们看到 首先Pence副总统 就是说在这样的 一个体制下 即便他不管是信仰 是什么 他相信什么 应该不会影响 他的integrity 也就是说他的诚实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一个消息 就是说 就在San Francisco 停靠这个游轮上 现在目前来讲 21个 阳性了 只检测了46个人 就测出来 21个人是阳性了 这是今天比较新的 一个消息 那Pence也没有说 在这个时候去 就像攻击他的人 说他是不是能够 诚实的 甚至不太隐瞒的 去把这个信息交托出来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 我觉得美国体制保证了 这个大家忧虑 那种事情不会发生 对 他们只是调整他的 就是说他是不是 能不能够做 就是说是不是 能够称不称职 但是他的数字本身 大家还是觉得说 他21个就21个 我觉得其实Elevy 到副总统的职位 是件好事 因为表示他够高 Trump是没人相信 他自己做是不行的 所以他Pence 基本上人家还认为 他是个诚实的人 虽然他的想法 很多人不想 不同意 他如果能够 听专家的意见 听得进去的话 我想这个东西 跟着什么Evolution 什么东西 没什么关系 跟Creation Evolution 这是基本的数字的东西 他能 把他能够直接 用他的 虽然副总统 其实没什么权利 但是他的Image来说 就是已经到了 最高层的 这个观 所以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件坏事 那至于他们调动 多少资源 那恐怕也不是 他一个人的事情 因为把他 接到这个层面上来的话 可能运作反应 更快一点了 而且至于 他的专业能力的话 他边上一定有专家 很多专家 他是一个行政的官员 他只需要去做一些 行政的男朋友 重点就是把刚才 讲的那83亿 怎么去用 但这里头 涉及到一些灰色的区域 就是说 有一些词语 选用的时候 还是会引起人们的 一些情绪化的反应 比如说他一开始 很早的上个礼拜 他就说 这个在美国爆发的 这种风险 还是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的 那这个low 本身这种形容词来讲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解读 这就已经引发了 很多政治上的一些争斗 今天Pence在这个 看到这个 刚才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旧金山 这个邮轮上 46个人检测之后 21个人呈阳性之后 他还是说了这么一句 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 美国公众的这个风险 仍然是保持在低水平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 他这个 remains low的这个字眼 四个人 四个不同的看法吧 我像 low是多low吗 这就好像 昨天前天还有个病人说 我的同事有四个得了肺癌 我需要检查肺癌 我说 这个好像没有必要 你不抽烟 你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risk 好像没什么必要 那肺癌得的机会是 百分之多少 多少 多少 检查出来的机会是多少 治好的机会是多少 检查出来也治不好的机会 是多少 没有什么太多必要 那他就说了一句话说 那不管你这个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如果那个是我的话 不就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这个 这个个人的想法不同 对吧 有一种严谨 就是说 即便是有百分之零 零零零零一的可能 对我来说也是百分之百 我也必须得去做这个检测 那这两个人活得挺累的 就是说 讲到这里的时候的话 正好我也意义了 就是黄医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我们开放了 很多人都可以测试 但是有些人 就是这些我不相信的话 而且跟医生说 医生说 因为现在决定的 比如你是医生的话 你会打电话进来的话 你看有没有必要去测试 如果你真的以为 没有必要的 有些人还是坚持要测试 这种保险是怎么来处理 现在每个保险公司 恐怕不一样 因为新的东西 对 这个价钱上次说三千多 那个时候还只有CDC等测试 那基本上就不正确 CDC连个收费的部门都没有 它怎么收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能是它其他医疗的部分的费用 因为你听心讲 这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这个就是box 应该不是很贵吧 但是现在来说 因为它允许别的私人公司来做的话 那就会有费用 然后这费用多少 是由保险公司 跟这个测试的公司 或者比如说我们的clinic 收费的部分来制定的 那这个现在短时间 想要得到暴力的人 可能也不少 那Pence这一点做的不是太好 就是他说这个测试的费用 政府不要管制 政府还是应该有一些管制 基本放开 但是我想说 如果真的要三千五千一个的话 我觉得真的到用户的话 中间有很多的 就是说county level或怎么样 可能比如说那county 可能是跟这个公司签一个合约 county可能会给他三四千块 但是真正做到 你就作为一个county这个市民 真的去做检视的时候 应该不会是三千块 不可能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做不了 所以的话 还有很多层的这样的一个 现在是有个新闻说 建议是免费做这个检测 我想问一下大家 刚才那个说low 如果不说low的话 还能用 还能说别的什么词吗 说这个风险很低 limited 有限 控可管 limited要比那个low要高很多了 要高了 就是说 已经扩散了 有限但是就不是低了 还在控制之中 就是可控 就用武汉的讲话 可控可防 不过我觉得这个生产 这测试盒是在美国 应该不是大问题 因为太多别的 也是PCR的东西 只要有这个原料进去 很快就可以生产很多出来 谁来测试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 我今天开车过来 是来想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测试 这么多人对吧 1000个普通的人里头 可能有10个有这个virus 那这个test 不错的test 不是很好的test 90%的sensitivity 就是说 10个有的人里头 有9个能测到 有一个测不到 90%的specificity 就是说10个没有的人里头 会有一个测到 9个是正确的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如果1000个人里头 有10个 在外头的一个 prevalence的话 10个的话 你测了1000个人里头 会有100个 False positive OK 10个人里头 会有一个测不到 所以9个人对101 10比1的不对的 不正确的指标 如果你测的人 是可能有的人 1000个人里头 有500个人 有这个问题 你测的时候呢 500个没有的人里头呢 有50个会测出来有 因为10%的不正确 False positive 这个500个有的人里头 有50个会测出来 好像没有 所以100个不正确 对450个正确 这个时候的这个rate 就比较好 所以广泛的测试 这种low rate的地方的 population人口的 这个分布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意义 只会造成更多的恐慌 没有用处 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挺烧恼的 这个其实 实际上的话 王医生讲这个东西 统计学当中 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我相信他们决定的话 就在多少的risk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要去做 有些的话 可能是very low 这些统计学很简单的 刚才讲到为什么那些护士 美国先后问你 你去过哪里 你跟谁吃过饭 我才决定你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必要事 比如说你在家里 宅了两个星期 你放心 我今天感冒 我要来测 那这个测试 就是一个是浪费资源 另外如果是一个 false positive 就是你没病的 但是结果说你有病 反倒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慌 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了 不是恐慌的 还有资源的浪费 对 这个浪费可能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刚才叫张王医生 现在有许多的话 潜伏剂到底多久 有一些的 当然了 就是说这种感染的话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 有的人本身有抵抗能力 但是他是carry这个virus 现在就是 多少天 这一个就是有一部分人 就是叫hypochondriac 就是美国就说 没病总是幻想有病的人 他们就会对这个资源 会有点浪费 就是hypochondriac 因为现在有 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人说 可能钞票又会传 就是很多人就说 就是变成说 我虽然没有跟武汉人吃过饭 我没有去过中国 但是我可能最近摸过钞票 有些人可能就说 哎呀糟糕了 我可能可能也中了 给你讲个笑话 插播个笑话 有一个人为了给钞票消毒 把钞票放到微博炉里 去喂了一下 全部烧坏 全部靠交了 难道不知道钞票里面 有金属丝呢吗 这其实是 要报完 要放起来 对对对 全部都烧掉了 其实社区里头 一个大家蛮多的一个怨言 特别是华人群体 总是说 你为什么我打过电话了 然后护士问我几个问题之后 也不让我测试 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community里头 有相当多人 有这样的一个冲动 要去测试 不管自己有病没病 我就是要测试测试 那我觉得刚才大家 很好地解释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测试 在现阶段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样的必要 再一个就是 我也觉得同时 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 非常难以把握的公共政策 最后的 怎么到底去执行 像之前一直在诟病的 就是说 到底可不可以保险 然后如果没有保险的人 可不可以做这个测试 对吧 这个有很多的争论 我觉得听到刚才这个讲法的话 其实稍微保守一点 在现阶段 在科学 相信科学 这个美国没有爆发情况下 不需要去那么去aggressive 去做这个测试的态度 是比较可取的吧 那我问一下王医生 你个人的观察来讲 就是说在你们医院 会不会有 就是说突然间 比较多的这些病人进来 是关于这种呼吸性疾病的病人 会有的 我看到的还没有那么多 我们其实从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以前 我们每个医生在白天的时候 就平常我们是 美国是make appointment 而不是来这里注册 所以平常我们一般 像我的schedule 我会留两个空的 就当天需要的 现在我们已经加到六个 就是每个医生 至少有六个空的 为了这个当天的需求 但是我发觉好像很多 还没有那么大的需要 从前我是从来没有空的 现在六个空出来 可能有一两个 没有人来看 但是这也是screening的关系 我们一直都有很好的screening system 你打电话进来 第一个就问你 有没有这些事情 有这事情怎么办 没有事情怎么办 真的没什么感冒的行情 现在我们建议 留在家里 不要来医院里头 你传染给别人 跟被传染的机会 大过于你生病的机会 是完全正确 还有一个 我真的要呼吁 不管是就是用 WeChat 还是用Lan的这些人 少赚一些 negative的这些信息 我们不缺信息 有些东西事实而非的 有些是恶意的这些的话 真的 我觉得有的人是喜欢什么 有的人是喜欢 这个信息刚来 你们都不知道吧 我是第一个 存在感 对对对 刷下我的存在感 看我多有智慧 看我多有消息来源 看我多灵通 但是他会造成社会的 没错 但是我要 有的人还发完了以后 很多人我看完之后 就说这个人就是一个笨人 我以后 这样谣言死于智者 你传谣言的就是笨人 所以有些人他不知道 但是群里很多人看 就说你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我以后做生意什么 我都不会找你了 你知道吗 还有的人先发了以后 一会再发一个 辟谣啊 刚才说的那个 还没有得到证实 你何必呢 更多的有一些人的话 人家发个东西给他 他都没有打开 没有判断 就送出去 就送出去 标题就放了 而且送很多的群 500人的群的话 他送十几个 二十几个 就是存在的 看我多懂 这种人的话 我可以很老实的说 这些人我心中是有数的 以后我觉得微信 要给人家一个标点 就是说这个人 就是信不过的人 以后这个人跟我讲 什么东西我都不信的 有些群的话 没有营养的话 我退群 那个sticker在这边 这个人不可信 有些人的东西的话 从来不打开的 而且还有这些 信息的安全性 对 还有另外一个 我竟然讲到这个 有些说美国囤枪了 有朋友说 哇 你们是不是这么紧张 已经囤子弹囤枪了 我有三藩市 住在三藩市的朋友问我 这篇文章说 三藩市某某枪店 卖枪卖的 公布应求 结果人家一查 这个枪店四年前 已经关门了 已经变成卖大麻的了 那位住在三藩市 自己的朋友说 哇 是不是这样 你不会看的吧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确实发现 卖枪的人确实在增多 那个跟之前的事情 也很关 因为加州加税 最近买杂的也好 还很这样的也好 激增百分之三百左右 但是这个不一定 完全跟这个 corona virus有关 也有可能跟打猎 季节到了有关 这是效应 这个时候 人人都在买的话 我也去买 因为枪不贵嘛 五百块到一千块 几个原因 首先加州要加税了 所以你今年不买 明年的话又加税 或者六七月份又加税了 这第一 第二 在整个觉得乱的时候 就是说在选举 大家觉得乱的时候 我觉得有人去买枪 也是在美国来讲 是一个正常 没错 我们来辟谣几个东西 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些谣言 是 微信上风转的一个 动不动就说 比如说某个大华九九关掉了 至今为止 全部都是假的 今天中午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收到这样的信息 然后我们正好有一个同事过来 路上我们check了一下 什么事情都没有 还有那种什么 在CBS超市上贴一个某某餐厅 然后出现了一些疑似病人吃饭 这些目前全都是假的 非常都恶意的 对目前都是假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后面造这些谣的人 实在是居心火车 另外的话呢 我讲了一个学校关门的 你不要 如果是别人很远的学校关门 你不用传 你只要管你自己的地方学校就好了 不要搞得好像满城风雨的 我们这里信息很清楚 比如说Mendal Park 学校疯了 马上全部的家长都知道说 学校下个星期不用上课 你们自己搞定吧 对不对 我们学区有那一个 你传别的学校有没有关门 不是 就是管这个东西 关键的话 他们还在做 确认上面 做Petition 我昨天晚上 许多人给你 我听信 有一百多个不同学校的 Petition 学区的Petition 他们要说是要怎么样 他们要关门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 也不了解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 实际上我们湾区都大家都 Aware的 Superintendents都知道 而且还有一间的话 他们要逼着市长表态 他说这么人的安全是这些 因为你知道市长是管行政的 学校是有学区来管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 当然他们可以合作去工作 我看到有些人盯着这个市长 他说你在这个群里面 你是市长 你不关心 你没有人信 我就说 我说的话 我马上出来的话 我说这件事情 学区都已经 我也都 而且都有计划当中 不管完胜 不管都有计划 而且这不是市长的职责 这些 而且市长的话 他肯定好像刚才问到医院 他有一套的方针 紧急方案是在内部已经准备好的 但是他没有必要公开的 就说我们要做这 他可以跟上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应急的计划 随时可以启动的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很possible说的话 学校关闭的计划 每个学区 每个学校都有了 而且这个是公开的 你其实上是可以去看 在政府的话 你也可以去 就在市政 local level来讲 这些计划 基本上你是可以去参考 好 再给大家敲个警钟 就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好好地去辨别 孰真 孰假 凡是看到什么重磅 重磅揭秘的 你就忘开了 就对了 什么全国沸腾 对对对 不对 全世界都沸腾了 我发现我一直很 很sharp 没错 没错 还是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关注我们的YouTube开放Mai频道 同时也别忘了要点击这个小铃铛 点了小铃铛 您就可以随时看到我们的最新节目 谢谢大家